明明 明明 我累了 我想我需要時間休息 我們還是暫時 我們暫時分開吧 為什麼 就因為今天的事 不只是今天 這種遊戲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 遊戲 我對你從來都不是遊戲 那我們結婚吧 你清楚知道 你根本不會跟我結婚 你一直在托我 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我們現在有什麼不好 我們不都已經在一起了嗎 不一樣啊 我要組織一個真正的家庭 我要一個我們的孩子啊 你明明答應過 要給我時間的 我已經給你很多時間了 可是你答應 你要同居 我答應你 你要我等我也答應你 你為什麼就不能答應我一次呢 實在沒有辦法 我明白 所以我不想逼你 我們應該給大家一個機會 我們應該給大家一個機會冷靜一下 我們應該給大家一個機會冷靜一下 或許最後 我們還是肯定彼此 我們還是可以復合的 一定要這樣嗎 我也不想這樣啊 你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算了 我不想勉強你 你也不要勉強你自己 我真的很想試試看 可不可以過沒有你的日子 也許可以呢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也許對你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更好的結局 我不要再逼你嫁給我 你也不用再逃避我的求婚 我暫時會搬到酒店住 其他東西 我隨時再過來拿 你怎麼動都沒動啊 沒有一口啊 你好點了嗎 還不是這樣 沒吃藥嗎 有啊 吃藥之後就沒問題 不管沒吃的話就 慢慢來吧 我還能怎麼樣啊 有些事情是不能急的 修會那邊還好吧 我們上次談過了 他挺支持我的 不過我也有中男人的尊嚴啊 怎麼能老是靠吃藥對不對 那倒也是啊 尤其是女人啊 什麼都不說 就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嗎 喂 你跟明明有同樣的問題啊 謝謝你的詛咒啊 我還很好 我知道 一定是為了明明不肯跟你結婚的事情吧 給他一點時間吧 你放心 我決定給他很多很多時間了 我不會再逼他給我答覆 你們不該是發生什麼事吧 我們暫時分手了 如果這段日子 我們發現沒有彼此 也可以過得像以前一樣 甚至過得更好 那我們就可以給大家 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 對我對他都是個解脫 我不用避婚 他不用逃婚 皆大歡喜 這麼多年感情 你放得下 我也不知道啊 試試看吧 人類的潛能 有無限的可能性 不是嗎 也許事情 會往一個更美好的方向走呢 好 那我祝你明天會更好 我也祝你 找到找到你的尊嚴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要順其自然 既然不是生理上的問題 只要克服心理的障礙就可以了 有時候不是你要克服就可以克服的 你越想去克服他你就越不行 這句話說得對 就像我 越問明明做這個做那個 反而他會更煩啊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什麼 結婚真的是那麼可怕嗎 有時候我想 其實明明的顧慮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維持一段婚姻真的是不容易 以前我們用功讀書 做工結婚生孩子退休 就這麼簡單 現在生活費高 競爭力又強 大人小孩都一樣 只要別人這樣慢一步 永遠都追不上 未來肯定就這樣流走了 沒想到你是那麼悲觀的 我不是悲觀 我是現實 修惠努力了那麼多年 才到今天的位置 所以他比任何人明白 競爭力的重要性 他老是擔心 龍炫會比別人差 龍炫那麼聰明 你應該不用太擔心了 修惠說聰明是不夠的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 她是個樣樣第一的媽媽 當然希望有個樣樣第一的兒子 那你呢 她是不是也要你當一個樣樣第一的老公 你說呢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總覺得天底下最難的就是讀書 要拿到一張醫科文憑真的是很難 我現在才發現 婚姻愛情生活著人生科目 真的是比一個還要難 那你現在好好學習嗎 對把年級了才來學習 會不會太遲了一點 那你現在的老公 都沒想到 那你會不會太遲滅 那你覺得我們會不會太遲滅 那你會不會太遲滅 那你會不會太遲滅 喂 张泰 这是我们顶下那家店铺的合约 我付一雷证给你 店铺既然已经过手了 那我们应该尽快进行装修的部分 早一点开店 这样才不会亏损 果然是有试意的头脑 算了就看错了 还好了 我认识几家装修商 我会安排直接让他们的店铺去看看 美容中心店铺的装修很重要 借一点钱啊 问了省 我同意 那么 头色方面呢 我也算过了 加上装修费 我们每个人需要出四十万左右 四十万这么多啊 顶下一下店铺再加上装修 四十万已经不算很多了 怎么了 没有问题啊 不是 只是我扶口目前能动用的现金不多 我的钱啊 大部分被套牢在基金上了 那你目前手头上有多少现金啊 十多二十万吧 十多二十万 那么干脆这样算了 钱赚钱 你把钱拿去投资股票 股票啊 风险很大的啊 风险是很大 但是回报率比基金也高得很多啊 如果你把钱拿去投资股票的话 保管几个月后 你就能够连本大利的给赚回来 到时候你就不用筹四十多万拿不出来啦 真的这么容易吗 股票这种东西 也不是稳赚不赔的 如果是的话 我也是在骗你的哦 但是呢 你只要看准时机 看准市场 不然赚钱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那你如果真的那么担心的话 你可以先从小投资开始啊 你要赚钱 有时候是要冒一点风险的 要不然 你帮人家打工 乖乖的存钱 你能够存到什么时候 你不是说 你很想早一点退休 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 我当然想啊 那就对啦 那冒一点风险 赚多一点钱 离你的目标不是更近了吗 那你觉得 我应该拿多少钱出来做投资 暂时不用 你不是想要对撬吧 其实方法很简单 从你决定买股票 到你需要付钱的过程当中呢 有几天的空档时间 如果在这段空档时间里呢 你所买的股票涨的话 你就直接把股票给卖掉 完全不需要付出一分钱 但是如果在这段时间里 你所买的股票没有涨的话 你就拿钱把股票给买下 让它涨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的啊 你自己去考虑考虑吧 好久不见了 真的好久不见了 我去了欧洲玩了半年啊 前几天才回来的 买了这个纪念品啊 想要送你 所以就特地来了 怎么那么客气呢 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空哦 有空啊 方先生 方太太 一切正常 你们可以放心了 这是维他命 需要按次让你的太太服药 方先生 一共是两百块 好好玩看 这么多啊 嗯 这本是关于胎教 这本写的是什么样的玩具 对宝宝脑力害怕最好 还有这本呢 你们知道这些多少钱吗 很贵吗 自己看啊 哇 真的是好贵哦 如果便宜的话 我早就买回家慢慢看了 干嘛还站在这里看啊 贵还是要买的吗 好了 那我们就买这两本 那妈签交代弯交代 要买这些补品 给婷婷补身体 我也买一些高盖奶粉给你喝 孕妇啊 需要吸取更多的钙质啊 还有纸尿片啊 这个呢 也是买给宝宝的 看 哇 大姐 你买这么多东西 一定花很多钱吧 不是花很多钱 还有呢 妈签交代弯交代 说啊 要我看着你 把这些补品全都吃光 全部啊 妈说啊 吃完这些补品啊 宝宝生出来 就会白白胖胖 所以啊 你要全吃完 大姐 你不用担心啦 妈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你不用全吃完的 我不会看他告密 啊 对 姐 这全部多少 我还你 不用不用 把钱省下来吧 怎么可以不用呢 真的不用 你们过两天 要到槟城去举行婚礼 百喜酒 要花很多钱的啊 那这钱我还有啊 那等宝宝出世之后 开销可就会更大了 女来粉啊 纸尿片啊 音乐用品啊 很多很多 动不动就好几百块钱了 还是早点准备比较好 那宝宝开始长大之后呢 就要开始给他买新的衣服 新的玩具 开始上学啊 学费 杂费 补习费 又是一大笔开销 还有医药费 好了好了 有什么问题 来找我好了 我们以前买东西 都是用分期付款 也不觉得怎么样 现在加起来 原来数目不小啊 是啊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应该让你还有钱 过我们用的 你呀 总是那么乐观 你忘记大姐说的话 我们还有婚礼的费用要还 还有小孩出生后的钱呢 对哦 那 还有这些哦 上次医生提的拉美滋课程 我已经去看过好几家了 两百多 三百 我问过了 大概就是这个价钱啊 如果不参加这些课程 信不信 可是医生说 对孕妇很有帮助的了 好了好了 那我们就选一家最便宜的好了 不然 去找份监职吧 不行 你现在怀孕还要毒水 已经够辛苦了 如果还要去工作 那你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可是 我现在觉得很好啊 也不会觉得很辛苦 我可以的啦 不行啊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外太辛苦 动了胎鸡怎么办呢 可是钱 大不了我们以后节省一点 不用买这么多东西 吃便宜一点的 能省则省 这样 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不过 不过什么 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你们做得到吗 我也不知道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嗯 嗯 嗯 我不要!不要!不要! 志豪 妈咪!我很累 很累很累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行!吃完才可以休息 妈咪! 我帮你剪 你不要帮她剪!你太纵容她了 她就是不专心才是写错的 别是她自己丢的 让她去剪 你不去我拿汤条啦 快去 听奶奶话啊 写完之后就可以休息了 怕!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她就想办法偷懒 我跟你说啊,重新写过 写错一个字,写五篇 蛤?蛤?什么蛤? 写 妈咪!我明天放学 要和朋友一起去温习功课 那你要几点借你回来啊? 我还不知道 不如这样 我大概讨论完以后 我再打给你 不如叫你同学来我们家啊 蛤?不要啦!大家都已经约好了 可是... 她要去,你就让她去吧 算了,我和我朋友说我不要去了 不行的,公开还是要做的啊 那我答应你,我竟然早点回来 6点之前可以吗?蛤? 6点之前啊? 智雅,你要听妈咪的话吗?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 我尽量 妈咪,我头痛,我要休息 头痛啊?那好好,先休息一下啦 你不要装头痛,骗妈咪 你,我没有 你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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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死人啊 OK 喂 是我啊 我知道啊 对不起哦 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晚打给你 可是我突然很想听你的声音 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你知道吗 我刚刚其实想打给你啊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吧 那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哦 那这次算我赢了 因为是我先打给你的 好好好 你赢了你赢了 你听到你的声音啊 我整个心情啊都好多了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刚刚两个孩子啊 在外面吵得要死 烦了把我烦死了 小孩子是这样的嘛 要是真的受不了 你就飞过来咯 飞过去 你也不是一样会烦我 你说什么 你把我也当小孩子啊 你本来就是一个大孩子啊 你还说 好啦好啦 你是一个又可爱 又漂亮的大孩子 这还差不多 喂 你什么时候才过来看我啊 我也想快点过去看你啊 不过啊 公司最近真的比较忙 不过你放心啊 只要我赢你 你干什么啊 进来也不敲门 敲门 进来我自己房间 你要敲门啊 哦 你要我敲门 那好 我下次记得了 看你最近火气比较大 我煮的冬瓜和叶汤 清日去火的 你快来喝吧 好啦好啦 你先出去吧 快来喝 冷得不好喝 知道啦 哦 哎 关门啊 老师 老板娘 老板刚刚出去 哦 他们说去哪里啊 没有啊 他们有交代了 你找老板什么事吗 哦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买一些东西 要带回去槟城的 拿过来给他看够不够 OK 喂 啊 哈 那进来的工人 啊 哇 这样啊 阿胜啊 什么事啊 他叫他们和新来的工人 有些问题 他们要我们下去看看一下 可是我还有很多订单要做 老板又不在 没关系 我帮你过去看看好了 那太好了 喂 阿胶啊 老板娘会先下去看看 嗨 怎么有时间过来啊 哦 公司说我啊 假期累积的太多 要我拿假 要不然就要我走人了 哈 真的啊 开玩笑的啦 老老师 那点点什么 给我杯啤酒 OK 我拿了五天的假期 就过来看看你咯 高不高兴啊 嗯 这五天 你想带我去哪里玩呢 呃 过两天 我要过去槟城啦 槟城 是啊 因为宝玉的弟弟结婚 所以 对不起啊 你真的要回去槟城 不回不行吗 我也不想过去啊 不过怎么说 我是放假的女婿 而且啊 宝玉她只有一个弟弟 不回去 好像说不过去啊 生气啦 没有 没生气 干嘛不说话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现在过来了 你就要走 好像是故意的 好啦好啦 这全是我的错 当然是你的错啦 我好不容易才拿了五天的假 你叫人家这五天去哪里啊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尽快回来 我回来后 再好好地补偿你好不好 到时候呢 你要去哪里 你要做什么 我一定奉陪到底 真的 我张家杰说话算话 那我就相信你这一次 又怎么了 你咯 那天怪我电话 对不起啦 那天因为宝玉 因为他没有枪 我们就跑进来 所以我 我揍你的啦 干嘛那么紧张 没关系 我明白 而且啊 那天你不是发了信息 说对不起吗 嗯 嗯 哎 钱包拿来 嗯 快点啊 干嘛 给我啊 还钱啊 走吧 去哪里 去玩啊 去哪里玩 哪里都可以 走吧 老板娘 你来了就好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哎呀老板娘 受不了了 没有办法和她一起工作啦 是咯 把她吃掉吧 老板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每次我叫她做东西 她好像听不见事的 叫她拿东西又拿错 我看她是想偷懒 是咯 而且我们叫她去柜台 她也不肯 一点忙都帮不上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请她 你们先让我跟阿秋谈谈好不好 阿秋过来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两个星期了 阿秋说她叫你做的事情 你假装听不见啊 不是这样子的 还说不是 我看你刚本就是 阿秋 因为我有一只耳朵听不着 所以 那他们知道吗 我不敢说 我怕他们不请我了 怎么会呢 一边听不见 另外一边听得到嘛 我们不因为这样而不请你的 你放心好了 那你们现在知道了 她不是故意听不到你们的 大家一起工作呢 互相体谅 谢谢你老板娘 好了 不用谢我了 回去工作吧 谢谢你老板娘 你该不会又刚纯国外回来吧 当然不是了 我是因为找不到人朋友吃饭 所以就来这里碰碰运气了 你的运气真的不错 我有空 那走吧 看不出你竟然想当舞台剧演员 怎么了 我看起来很差劲吗 不是 只是觉得你蛮江声惯养的 当舞台剧演员真的是很辛苦的 我啊 对自己很有信心 吃一点苦对我来说 算不了什么 不过当舞台剧演员这种工作 还蛮适合你这种亲亲小姐的 最起码不用为了金钱担心 这话倒是真的 你干嘛进来看着我 我觉得你的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这是你坐下来之后 第十次叹气了你知道吗 你该不会是跟你女朋友吵架了吧 不是吵架 我们是暂时分手 暂时分手 那就是说还有可能复合咯 那你觉得趁这段时间 我有没有可能趁虚而入啊 你不是认真的吧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其实你会选择跟你女朋友暂时分开 就是想要给自己重新选择的机会 不是吗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能考虑接受我呢 你还蛮厉害的嘛 这样也被你看穿 不是我厉害 而是很多谈恋爱谈了很久的情侣 到了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更近一步 只是停留在原地 无法突破停警的话 通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咯 跟你开玩笑的啦 其实啊 这都要看你究竟想要怎么样啊 要放下还是要拿起 都是要看你自己 如果要放下的话 你就要潇洒一点 如果要重新拿起啊 你就要放下面子 你啊 自己想清楚吧 哎 现在不是怎样 放长啦 不好意思 我听听 喂 是我 什么事 我打算下班后 到你那里去拿一些东西 你会在家吗 我 今天会有一些事情要做 不会那么早回来 还是你自己上来拿好了 反正你还有钥匙 那好吧 我离开前 把钥匙放在桌上 好 拜拜 再见 我给你 我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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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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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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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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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硬微定了 姚萱 贝皮 來 來 來的有話要問你 老師說你這幾天在班上一直打課睡 其他同學在做晚功課只有你做不完 為什麼 爹地對不起 不用跟爹地說對不起 只是老師說你成績一直很好 在班上也很專心 他擔心你爹地也擔心你啊 爹地 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訴媽咪老師說的話 好 不過你要告訴我為什麼一直打課睡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快點做完功課 可是我也要快點做完 就越想睡 你一定是太累了 不如這樣吧 你先睡一覺 等醒來之後再繼續做 嗯 不行的 媽咪看到我在睡覺沒有做功課 媽咪會罵我的 那好吧 爹地做點東西給你吃 嗯 來 來 慢慢坐 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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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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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